非常棒非得早餐 我是楊家龍來民國112年6月2日 星期五禮拜五的時間 七點鐘的時段 長時間的搖順盤踞了本節目 所以今天的時間的搖順的時間 歡迎 蕭龍早安各位聽眾朋友大早安 什麼叫盤踞啊 你一直太低了 你可以坐高一點 不用我坐那麼高幹嘛 不用我一定在你旁邊 我一定要低一點 不用這麼低等低等 我沒有卑微 我沒有卑微 我低等跟你的座位並沒有關係 跟你智商有關 還有腦子有關 對 好不好就這樣開始吧 你還在過兒童節對不對 不是不是我看到你我就幸福 你的身上 我跟你講那種 你的智商是還可以過兒童節的 不是 你是沒有辦法了我知道 我不願意再傷害你了 你的 我不願意再傷害你 你懂我意思 你的體重雖然是成年人體重 不過身高也還可以過兒童節 這不重要 沒有人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好吧 好不好 好來今天從哪開始 什麼叫來 你根本你根本就 人家都幫你做了 Round Down 沒有錯 沒有沒有錯 有啊 我看啊 我還特別注意了一下 我還特別的注意一下 像是Bankoto 那還有還有這TT加T這個這我就不知道了 對 你不知道是你很多 我對啦 就是都我 我還談 我在你你講還還真的是 我我昨天都還都還在跟我兒子講說 爸爸把每天吃來吃吃去啊 就是我每天就是靠三樣東西在養活我一個一個就就是滷肉飯茶葉袋然後然後八方雲雲集我說只要有這三三三家店便利商店就養的養活我了 八方雲集哪裡是便利商店我我我我不是我說茶葉袋那邊便利商店茶葉袋對對我就說這有便利商店茶葉袋有時候濃有時候帶這這這我們上次討論過一定要一定要破的而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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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買他買他那個破道已經已經爛爛的那樣 對因為他爛不容易賣像我們這種人很少嗯人生萬物茶葉袋你要是沒有沒有稍微稍微敲敲敲破一點點那個味道進不去還是可以要時間要久嗯所以就有的比較貼心可是店長看到就會罵他嗯哎因為因為如果沒有被挑走嗯他很容易就繼續破下去嘛嗯然後就沒有人要買對那就是就是報廢嗯那是對對因為最近才這最近但慢慢的慢慢的呃稍微正常一點了 嗯雞蛋的供應了嗯所以才得慢慢的回來可是現在大家都把茶葉袋裡面啊就就加了一些加味了之後啊那個價格就提高很多沒沒有只有一家嘛沒有啊那個那個什麼有有18塊的所長什麼麻麻辣所長還有一個什麼麻辣的然後還有還有什麼阿薩姆的都賣13塊啊怎麼才一家我覺得我覺得那個統一跟跟那個都有啊是為了跟全家都有啊 你你說我我是茶葉袋專業戶啊你你不用去挑挑戰我這一塊真的就好都都漲價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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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家樓下嗯我是每天吃4顆啊我這跟我差不多啊對對對哎吃4顆啊實在擋不住了再再配一個地瓜哦你地瓜好貴哦地瓜我都搞不懂為什麼地瓜可以賣到60塊啊我們小時候不是嗎那你那你吃的是大顆的啊 不是很大那個大跟我們小時候大又不一樣啊嗯現在大就是我們小時候的小那你不懂了哎呀這只講的複雜了你沒有過過苦日子真的哈哈人生宛如茶葉袋沒有裂痕哪能入味啊嗯對哎那你還真的蠻入味的哈這不跟你不一樣的味道就你我我我我真的覺得你這個人是蠻入味的就就是我不懂有這樣形容的嗯就是就是 就裂就裂縫很多嘛就是蒼蠅蒼蠅不丁無縫的蛋所以所以所以就是你你身邊蒼蠅為什麼很多就是沒有滷之前其實蒼蠅就就很多滷了以後就很很入味其實你這個比喻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到位就對就就層層次很高的有境界的比喻你懂了哈對不管形容自己或者是做人生百態的那種的捕捉其實都很棒就難怪很多人會覺得說其實聽搖順的 這個節目啊你要認真聽雖然百分之九九十九呢都不重要可是你只要聽到那個百分之一你那你那天啊就升天了就跟唐湘龍去逛逛書店一樣每一本書翻翻到了一句他覺得很有效就把它撕下來他就覺得對不對他就覺得我不會今天I got it我不會好來快點你今天準備這麼多你又來不及我沒有我沒有準備很多啊就完全看你要聊什麼你就就問我嘛按著我來講一個嗯 這疫情之後啊這個大家可能沒注意到台北米其林餐廳噢的主廚大半瘋 為什麼大半沒有為什麼啊就是一個合約到了一個不爽啊老闆對我不夠好別第三人家挖腳啊對付更高的錢你說在臺灣的米其林餐廳不是台籍臺灣的米其台北的米其林餐廳的主廚大半瘋先給大家講一下就是米其林這個瓶建的現在已經120多年他從來不平主廚的他都是餐廳了所以他不會這幾年當然有些變化比如說給年輕主廚 主廚大獎或什麼但是他從來不會去為主廚打分數了但是現在現在就台北米其林的這個這個餐廳有幾家餐廳都是一線的比如說OK大家很關注的前一陣美食圈很關注的這個龍營龍營翔雲龍營翔雲龍營日本是這個龍營在上海叫天空龍營在臺灣到翔雲龍營他們關了嗎他暫停營業因為合約到了時間也到了然後他的主廚呢這就是就是合約到了 他也太暫停營業了嘛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就必須暫停營業主廚走了去哪裡去出魚出魚的老闆對我上次今天講過出魚的老闆就把他延攬出魚現在也很夯出魚太順街之王他就從太順街起家然後太順街一條街裡面那個時候他他就有火鍋有壽司有鐵板燒有什麼還有居酒屋之類的像海鮮炭 一開開了七家後來因為因為超值啊我在報紙上 列解分析了他的這個成功方程式就被很多人來來學很多企業集團來學就你看他最早900塊一套 嗯套餐 呃壽司 嗯生魚片 可以出到11道菜 超值那是因為他採購 嗯他有強大的採購力店多也有店多就集體溢價嘛統一採購 對 第二個 他現在20家吧 對因為因為你在你在講出民生社區就兩家了現在 真的嗎 你現在講出魚我依稀記得我們在節目當第一次談出魚的時候就是那個時候在太太好久了好好好久 那個時候那種太順街 你都沒印象可是很多人知道了住附近人都知道 對就那個時候那那時候我第一次聽聽到 那我就哎 OK在太順街可以這樣看而且 那時候聽你們描述的我想這個業態會的會成功嗎 成功現在很多人現在現在現在真的 我跟他多少人可比 網品集團可比 然後呢這個 樂樂多多就是肉多多火鍋的集團 新天地可比 奔鐵板燒也可比 我們不要講可比了參考成功方程因為我曾經在報章把他的成功模式 方程式寫出來比如說OK十幾道 他可以用同一個食材不同的部位去變出三道菜 比如說 龍蝦 對不對身體可以變一道菜 尾巴可以做一道菜 頭熬湯 可以變一道菜 蝦膏可以變一道菜 比如一個牛肉也可以嗎不同部位他可以 這就是他的很厲害的地方 那因為你可以變化所以是成本就低嗎 降下來不要說低啦那都是貴的東西嗎 一套餐裡面你吃到 日本和牛 你吃得到 龍蝦 你吃得到鮑魚等等的 所以OK 那好 講回來 這個龍蝦這個師傅 拜天 然後他他厲害在什麼 他那個 三本真志在日本 他等於是用 法國菜的廚藝手法來 演繹日本料理 所以那個東西就很好吃 在台灣也是 那所以現在現在 出於就把他延攬去了以後 等於是跟他合資 讓他幫他創業 幫他創業 未來他會開在哪裡 永樂市場旁邊 明樂街會給他開家新的店 同時他還會身兼 協助 這個出於啊 把他裡面很多的菜色 再也不再往上升級 我覺得這是一個 聰明的投資了 你當然這些師傅 不便宜 這是一個 永樂市場是大道成 大道成啊 當然那他那個接 接過現在都從重新的整理過 現在是很有很有味道的結果 就漫步很好走 很好逛 可是裡面很多文青店 我 我也知道 對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然後這個比如說 這個這個名廚 跳槽 雅閣的主廚 張主廚 合約到兩年到也要走了 坐到月底 然後他要去哪裡 曼谷的四季酒店 但是米其林一新 那是米其林一新的 米其林一新的餐廳 就是文華東方的雅閣 那他的 他的他的 他的主廚要走 好再來 喜萊登飯店的請客樓 嗯 指標 二新 米其林二新 主廚跟副主廚走 去哪裡 寶元祭集團 寶元祭何等人也 邪王 寶辰 前董事長 創 他就是要 他要推廣這個 這個這個叫什麼 很頂級的 茶茶葉茶磚茶餅 那個叫什麼茶 普爾茶 普爾茶 對他都他手上是他號稱全世界擁有最多高級 頂級普爾茶的 那他現在在台北已經陸陸續續也開開出餐廳啊比如說在在 韓居酒店的一樓有一個餐廳 他把那韓居酒店的一二樓 賣下來 6億 然後請了台中的這個台中的陳蘭書 來來做廚藝顧問 開了一個發菜餐廳 然後現在 然後他在台中的大坑山上也買了一家 10個房間的這個度假旅館 然後另外啊 另外他還 還跟雲朗觀光合作 在台中的這個 台中市裡面開了一個宴會 宴會場所請雲朗觀光來來來協助他 就雲朗的這個軍品酒店的一共的主廚米星三星主廚來協助他 然後另外呢他要在台中的西屯 再開一家頂級的中餐廳就請到了 請到了這個這個請客樓的主廚來私處掌勺 給他一個 新的新的舞台 我進廣告先問你 那這些 這些災星餐廳的主廚 這樣子跑來跑去的 沒有跑來跑去啊 你剛講就好幾個不是嗎 他沒有跑來跑去啊 他就是第一次離開嗎 那時候說他就離開了他原來的原來災星的餐廳 那 從消費者的角度該怎麼看 就是說那那家災星的餐廳當當當得獎的時候的主廚走了之後 那我們我們去家餐廳吃東西 我們常常會覺得這個菜的味道變了 大家想是不是廚房換我換人了 消消費者需要去考慮這一塊嗎 一區票考慮說主廚走了之後呢 那個災星的那個新 的含金 不夠 這可以 我在 我在媒體上 我在報紙上寫了 值得關注的點 不是這一個 你不是要進廣告 那你先講 先講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主廚離開後 這個餐廳 如何維持星光不滅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不對 第二個 第二個大家可能 那他走了誰來接 這是 這是第二個關注嗎 第三個 菜會不會變 會不會換 不要講變 第四 他去哪了 第五 他開什麼餐廳啊 去哪 要不要開 然後 第六 誰請他 肯定貴 誰有那麼有錢啊 會有一連串的問號 會出來嗎 對不對 因為這些人 這些主廚 現在已經是明星了嘛 就不會便宜嘛 對呀 就是一連串的 包括你剛剛講 那個就第一點 如何維持 避免消費者踩雷 這件事情上面 不是 消費者會因此 去懷疑他的含金量嗎 這懷疑有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不會嗎 有什麼道理 你 我剛剛講 主廚走了 我剛剛就特別講 這個餐廳 米其林只給 給餐廳打分數 沒給主廚打分數 那你就是你就是繼續換人你要把做好 不就這樣子嗎 消費者有什麼擔心你你去吃嗎 你吃了以後覺得有便你 你再說嗎 對不對 沒有便你講到都很貴呀拜託 什麼叫那一道都很貴 我是說去米星餐廳你吃一餐 對很多人來講又又不是每個人都都向你所費不支啊 你在講什麼 我聽不懂 你在講 你在講什麼 我只是純粹從一個從一個做節目有有有良心的媒體人 對 避免就是我的聽眾踩雷 不是不踩雷是 會不會踩雷到我去吃過了沒變嗎 但你又會說 那他 你這樣講就可以 沒有 不不 你一定會不會打一槍 你後面一定要打一槍 不會 我絕對不會這樣子講講你 你只要你 你剛早早講這句就好了 就說我姚順再去吃過了 不會 那就好啦 那我就信信你了 我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姚順跟講這句話 我就信 進廣告 好 非得忘非得早餐 我是台南龍 今天禮拜五的時間 姚順的時間 再來 沒有啦 像 我剛講 每一個餐廳 主廚要離開 他事前一定都已經提出了 提出要離職的這個 想法 那那些 那些主人 營運單位 一定也都會去為這件事情做準備 而且呢 可能 也會訓練很久 直接接上來 所以這個事情是這樣 你有沒有辦法貫徹執行 而且誰說一個餐廳 一套菜 永遠不變 也不必 對不對 這東西就是 還有一個吃死這件事情 非常主觀 即便他是一個已經是他沒離職 他還是個新餐廳原來能做 他不合你的胃口你還是打他槍啊 尤其是像你這種人 對不對 當然 對啊 所以這重要嗎 我我剛剛講 這當我當我當我是靠是靠 胡須章 是靠的便利商店 一定 你這什麼意思 你這什麼意思 胡須章怎樣 我不是 你要一直胡須章 你怎麼樣 他們兩個老闆跟我很好 非常好 我沒有說我不是好不好 我說當我是靠他們養的時候 你要我你要我去一家的星級餐廳吃一頓 然後可能的吃完了之後覺得 就是呢 見面了不不不不如文明 那我當然就會覺得 覺得覺得很很很很委屈啊 所以我才會問 你委屈什麼 你穿滑服開名車 沒有 出將入巷的 因為我剛剛講的這三個 就是說我 我每天在養活我的這三種食物 這三個品牌 他都很穩定啊 你講這什麼意思 他都很穩定 胡須章最近不一樣 我管他 他滷肉飯還是一樣 什麼叫不一樣 他的滷蛋 他的滷蛋 只要是味道不夠 我就打槍 我問你 他滷蛋是用什麼蛋滷的 壓蛋吧 他用他用什麼蛋滷的 所以你就不知道 就不會就不會是你的蛋嗎 我我知道 我這次 Sorry 對不起 我說 又又又壓 壓蛋 可是呢 最好吃的滷蛋 不會是胡須章的 最好吃的滷蛋 是金峰的滷蛋 你給我騎著蛋 金峰的滷蛋 他們滷肉飯跟滷蛋最好吃的 他的底邊錯是最好最好吃的 不討論這個 來 這個 剛剛是 是請客樓二星嗎 然後再來 雅都荔枝酒店有兩個 米其林餐廳 一個是巴黎廳1930 他有個住店的日本主廚 離開 不不續約了 因為那個時候是因為 這個雅都 巴黎廳1930是跟日本的一個米其林主廚合作的 掛了那個 廚師的名字 可是疫情期間 照理講 這種顧問 廚藝顧問後 掛名的 他每年要來四到五次 疫情期間 他沒辦法來嗎 一來就隔離 回去又隔離 就一個月兩個月 他自己餐廳不能顧 所以他派了一個好手來 那個人也是個日本人 住店 那現在 走了 合約到 他就不做 不跟他簽了 那這個日本主廚呢 這個日本主廚 台灣又有企業財團看中他了 要幫他開家餐廳 已經在招募人手了 那等到真的開出來 我們再 再介紹 好 雅都 還有一個餐廳 中餐米其林 一行 天香樓 楊光宗主廚也要走了 也走了 已經走了 你不要你不要說他走走了 就 就 就離職了 去職了 不要說走了 這個也走 應該講 好好 應該講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 那 很大 這些主廚 很厲害嗎 一記傍身 這個英雄永遠不會寂寞了 就會有人請他們 所以他現在還在 還還在休息 狀態 因為很多人找 他當然要慢慢跳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一型餐廳的變化 另外T加T 我很喜歡的T加T 他在前兩年有一個雙主廚 就是小菜菜圓上 Johnny跟這個 古俊基香港師傅 合作的 所以 兩年合約到了 他也他也離開T加T T加T在 紅國大樓後面 然後 這個主廚 回香港繞了一圈 現在又回來台灣了 在Dinu 這個餐廳 在長廚 紅國大樓後面 那就是在 在長根院 那台巷子 後面的巷子 對對對 就這裏面 裏面有一個區 那裏面有幾家餐廳 對不對 我好久沒有去 現在那裏還有 還有一個 Wheels的鐵板 鐵板燒 這也不錯 然後裏面 裏面確實是 有些 有些不錯的餐廳 然後又安靜 在社區裏面 對 以前還有藍天小館 眷村菜 有沒有 對 那個地方是 好 那踢下踢 抓了 啊 拜拜 離職了 怎麼樣吧 沒有我只是 我這樣講話比較乾脆嗎 我覺得你很有 而且你 很有警覺性了 不是不是 一定要小心嗎 尤其在你旁邊要隨時小心被你欺負嗎 對不對 很多很多讀者都來投投書啊 就說哎呀你這你這麼委屈 他們他們會會到你的網 網站上去罵我嗎 會嗎 對私底下私底下 千千跟我打個招呼 然後私訊我 那什麼東西 什麼玩意兒 你要把私訊拿出來唸一下 不好啦 好像傷害你不好 我無所謂 真的無所謂 收聽率應該很高 是嗎 你你你就為了收聽率你就不擇手段 像你這種人就是就下流嗎 我不要 真的不要這樣子 真的不好啦 我覺得人 人 身有一塊呀 其實是很重要 就是有一個殘缺的 就是聽聽看人家呢 人家是怎麼黑你的 你還需要聽嗎 要啊 你還需要嗎 因為我 我跟你不一樣 因為因為你 你是一個縫很多的蛋啊 可是 可是我 我看不太到 所以我覺得 聽聽看人家 人家人家怎麼黑 那個那個那個其實很好玩 那你因為你聽多了就沒有關係了 好不好 然後來再來 這什麼 這什麼叫做縫很多的蛋 我覺得你是帶很多的縫 就不懂 帶很多的縫 你不懂不懂就不要懂嗎 縫是什麼 f o a m 我們我們還在這這討論 泡泡沫 縫 縫 對 其實對對 我 我也意識到你 你發 你發這個音的時候 發的很好聽 縫 縫 f 開頭 縫 f 開頭 我只覺得你有些 你有些 法文日日日日文 我覺得 你讀起來真的有特別的味道 比如說 CG yamamoto 對 我剛剛就想叫你要重複啊 我覺得 三本真志 我覺得你在 你在念的時候 老天爺賞飯吃啊 他就是給了我一個好的聲音 對 好的喉嚨 再加上啊 再加上我好學不倦 就我就可以 我真的覺得你的聲音是很好的 對不對 我就可以可以可以揣摩可以模仿 其實我那個意思都不知道 但念出來跟一回聲 對 我就不知道意思 就胡我剛剛好啊 對像唐湘龍 什麼意思 不知道 沒有沒有 沒意思 唐湘龍 我的名字本來就沒有意 唐湘龍什麼意思 沒意思 就就就這樣了 就是就信唐的湖南的龍年生的 就就這樣就就就結束了 信唐的 嗯湖南人湖南人龍年 對啊 對對對 這差不多 就龍子 就就這樣 龍子 對所以 跟龍子 所以不一樣 所以大家 你你你名字取得好 我說有什麼好 我爸根本就就就就不花了 腦筋的 就這麼簡單 哪有人 自己這樣子說自己爸爸 我我我爸取名字就不換了 腦筋啊 他取我妹的名字就就認真多了 你妹你妹叫什麼 我不說 你講一下 我妹我妹的名字就就 比較有典故 有點過 那我的我的名字就沒啥點 點過 有啊 湘龍啊 你自己剛剛都講典故了嗎 對那個那個那個談不上的典故啊 就像 就像郭 就像郭台名的台 你想要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這台灣台灣出生 名字裡面會有個台的大部分都是在台灣台灣生生的 外省人 第二代 那明明這個會有會有個中的像陳志忠 這個大陸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就人的我說嘛 所以你這你這就在打屁嗎 何必呢 你花那麼花那麼多的時間 是傷害消費者聽的權益 那我不是跟人講說就不要聊聊蛋了嗎 你又回到你 你再講我沒有講啊 我講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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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K 馬當 繼續啦 快點 要不你這麼多東西 其實這個 米星三星的雙主廚也走了一個 這個 移工餐廳 也有一個阿早 他也離開 但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本來就雙主廚 還有陳文祥在 OK 對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所以這個就是 就大家可以去觀察 到底有沒有變化 然後呢 這個 菜有沒有水準 在你的 心目中的標準跟所謂的評審 心目中的標準有沒有不一樣 我覺得整個 厨師的 班風 他會引發的這個這個關注包括了第一個這個 原來的餐廳如何維持星光不滅 第二個原來的餐廳在主廚走了他的菜單會被換 第三如果不換他的菜色會被維持像過去一樣 Consistency 一致性的標準 第四 誰把他 他到哪去了 第五 誰請他們 第六 他們會會會開什麼樣的餐廳 會不會開新餐廳回來打自己 第六 這個就 誰誰支持他們呢 什麼時候開啊 很多的這個問號 我覺得都會隨著時間慢慢慢慢的這個露出 有的可能 出去繞一圈又回來了 因為在台灣的朋友多嗎 在台灣得到的肯定嗎 對不對 確實是有了 確實是有 比如說OK 台灣也有很多的這個企業財團或連鎖餐集團 或者飯店集團 他們也拼命到 到香港 到澳門 甚至到到到西方世界 到歐洲去找這個米其林厨師來 來跨刀來駐店 提升自己的餐飲水準 事實上在台灣呢 被米其林組織纳入評鑑版圖之後 確實 確實 隨著越來越多的這個這個外國主廚 回來台灣開餐廳 也確實是把這個台灣的這個 餐飲水平拉高 即使你用的不是外國廚師 但是你想想看 一個飯店 觀光飯店市場 十家飯店 裡面有三家飯店得到了信心 他們的餐廳得到信心 另外七家的老闆會不會覺得 我們在幹嘛 你要不要努力一點 要不要加油一點 這個產生的一種競爭的效應 會不斷的提升 人家那個 就以茶來講好了 以茶佐餐這件事情 過去很難嘛 但現在慢慢越來越多的這個餐廳 飯店的餐廳 他們開始去跳入這個市場裡面 去請了這個品茶師 或是調茶師來 研究出好喝的茶茶飲 像西方的紅白酒一樣 來以茶佐餐 那這也是一種進步了 這這 所以 有競爭才會有進步 這個是事實了 所以我覺得 沒關係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這樣 好 我們現場的是姚順 我再進一條廣告 廣告回頭 回頭之後 你還有好 好幾個還沒有講 講到的 我們進廣告 回頭之後 在我們現場的是姚順 繼續聽姚順 介紹他的吃和玩樂 非得模仿非得早餐 今天禮拜五的時間 姚順的時間 今天我一定要讓姚順準備的東西都講到 好再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太多了 對對 那再來 對我都在講一些市場面 讓大家比較有趣 好啦 我就不講 台北遠東香格里拉飯店 他這個醉月樓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出新菜 因為他生意一直很穩定 有時候這個 而且一個餐廳 尤其是飯店餐廳要推活動 他有時候可能是要刺激消費 有時候要製造一些聲量 那醉月樓這個遠東飯店 香格里拉 遠東香格里拉飯店 他 他就是這個 裡面有兩個旗艦中餐廳 一個叫醉月樓39樓 而且他景觀很好 你在這上面 可以看到這個敦南林英大道 很漂亮 他也是一個高樓景觀餐廳 另外一個就是香宮 香宮是賣粵菜 尤其對香格里拉這個品牌來講 香宮是他們的這個 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旗艦餐廳 但是在醉月樓是賣上海菜 那這幾年 其實因為在疫情前 他們每一年都會請不同的這個 姊妹飯店的這個名廚 來來這裡客座 那姊妹飯店的這個這個 如果他在開的中國大陸 中國市場 大陸市場這個 香格里拉 他裡面有很多餐廳 不一定是粵菜 他裡面有川菜的 就是有不同的菜系 福州菜等等 所以他請那些主廚來 來客座的時候有時候是客座最月樓 所以這10年20年下來 他就累積了很多的菜單 那所以你現在在 在最月樓裡面也可以吃到 吃到一些很經典 除了經典的上海菜或江南菜以外 你也可以吃到一些客座民廚 教的這些川味的菜 那最近他推出了這個新的菜單 我覺得裡面除了 經典的老菜 很好吃以外 還有一些這個廚師做的這個 創意菜 我覺得好吃又好看 那經典菜我講一個 比如說我們講 紅燒肉 這個 上海菜裡面的紅燒肉 比如說上海菜裡面外婆的紅燒肉 農油赤醬的 對不對 帶的肥帶的瘦 到切很好吃嘛 然後然後東坡肉 那個也是杭州菜嘛 就他們在煮豬肉很厲害 那這回他 台北很少有人家這個東西叫做 魚響 紅燒肉 魚響燒肉 或是叫 魚響 烤肉 什麼叫魚響 什麼叫魚響 我正要問 魚響的響字 他下面是個魚 上面 這個寫法是這樣 OK 像營養的樣 可是下面是下面是魚字 這個字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這個字是 魚乾 就把魚曬乾 傳統上海菜裡面是 用什麼黃魚曬乾做魚響 有的是把鱷魚 鱷魚是江魚 曬乾做魚響 就很香 鹹香 鹹香 但這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粵菜 粵菜裡面它會有個釣片 釣片什麼 你一定不知道 那我講給你聽 就有魚了 就是船出海以後 撈撈撈撈上來 這個魷魚 沒有立刻回港 就吊在那個船 船的這個 尾竿上 風乾 又有點像葡萄牙 澳門菜裡面 馬蓋修魚有沒有 馬戒修魚 那個什麼魚 風乾鱈魚嘛 所以他很鹹 有沒有 他一樣的意思了 這些魚乾 我根本沒有 沒有吃過 你不可能沒吃過 你一定吃過 你只是忘了 我說風乾鱈魚 我沒有 鱈魚當然吃過 你說的那個風乾鱈魚 你去澳門 你沒有去過澳門 有 我有一陣子還蠻 葡萄牙菜裡面有了 澳門的葡萄牙菜裡面有 這風乾鱈魚 他們叫馬戒修魚 他們 那個是必吃不可的 然後 然後因為是古時候的人只是用風乾熟成來過冬嘛 對不對 但是這些東西他他因為有特殊的風味他也可以變成一個什麼 調味劑或提味劑 上海菜裡面的這個 魚響 烤肉 或是叫魚響 魚響 紅燒肉 就是在紅燒肉裡面加了一塊這個 加了一些這個這個 魚響 鹹魚 鹹魚乾嘛 所以他的風味會更好 好的鹹魚乾 好的鹹魚乾是 鹹香 到了後段 會回甘 你如果拿來跟紅燒肉一起 那什麼叫靠 靠就是用一種小火慢慢慢慢把醬汁一直收收收收濃了 所以收了濃以後那個醬汁的味道就進到了肉裡面 非常的透 因為第一個現在在台灣不太容易有人做這個這個魚響大概南門市場有東門市場 可能有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你 你紅燒肉你比如說OK 醬油 冰糖 一點點酒 看你要紹興還什麼酒 以東坡肉來講 這個 曼灼水 掃灼火 這個火候 足食他自美 那這個是蘇東坡說的 那你還要加一塊鹹魚乾加了一些鹹魚乾你成本高了嗎 那很多人就沒有這樣做 但現在醉月樓裡面他他他有這個 可是他這個魚響不是台灣 他到日本去買日本去買的 買回來的這個血也是血魚的風乾血魚 那來做 那我剛講了傳統上 他用風乾的什麼黃魚 或是風乾的鱷魚 鱷魚就是姜魚嗎 這個菜就很好吃 那這個是他他的老菜 比如說他的醃度鮮 醃度鮮你知道嗎 就那個湯乳白色的 醃度鮮怎麼做 傳統是 是雞高湯 對不對豬骨頭 然後呢 裡面一定要有個家鄉肉 那個鹹香的風味是來 鮮是來自於家 那我最喜歡的是 裡面還會要有什麼 百葉結 這百葉結有草 百葉結有人有人用 百葉結要是乾的 有時候要發發 漂漂洗 要讓他柔軟 讓他很入口很好 那有的地方 百葉結很硬有沒有 跟吃吃你的皮鞋底一樣 對不對 那他做的就很好 那味道這個鹹 鮮 和度 剛剛好 這種老菜 這個很好 那他新的創意菜 我很喜歡有一道 他用窩窩頭形狀的那個 其實他不是真的窩窩頭 真的窩窩頭是 北京的 比較硬 他是做成窩窩頭的形狀 的 的麵包 然後 OK 然後裝裝什麼 豆干 肉絲 豆豉 等於是把豆干肉絲跟蒼蠅頭合起來炒了 然後 塞到窩窩頭 塞到窩窩頭裏面 便宜到菜 我覺得這個 一菜兩吃了 你可以直接拌飯 也可以用這個東西來裝的吃 我很喜歡這樣吃 你看這 又漂亮又好看 對不對 還有一個這個胭脂鴨 你不吃兩隻腳的 他把他把鴨肉拆開來 然後用 扶皮 他用扶皮包卷 拆絲的鴨肉做餡 然後 炸 就就就有點像什麼 雙方一樣嗎 雙方不是用那個 用用什麼 用用 用 吐司 裡面夾了蜜汁火腿 對不對 裡面還有 炸的扶皮 那就多重口感 甜跟鹹交融就好吃 這個他醬子以外 再下來他外面再用個掛包去夾他 就非常好吃 我給你看 好 姚順的這些 這些他現在秀口看的照片 在螢幕上算看不到 沒關係 你就是 像姚順的官網 姚順的官網 他的Facebook的官網 姚順的 沒有的 姚順美食 中央社 還有個菜 還有個菜 我覺得我很喜歡 紫飯 腐飯 紫飯 紫 紫飯 紫拔的紫 就是糯米 OK 糯米做了以後 他塑形 然後炸 好好吃 糯米一定好吃的 你會不喜歡吃糯米 我不會 雖然像大家都說糯米不消化 不我 我沒有 我跟你講他是這樣 他這個糯米 他這個糯米 這樣子 拌了 拌了這個 拌了雞汁 然後窯住 窯住就是 乾的干貝 很鹹香 然後用加了這個火腿丁拌炒以後蒸熟塑形 然後炸 哇 這是一條一條紫好吃 有人做 我問你就說 粽子 粽子去炸鍋會不會好吃 有人這樣做 有 有人這樣做嗎 當然有 我這樣就在想 想這件事 因為我已經 你不用想 一定好吃 可是你要你要火候要到 為什麼 皮要酥香 裡面不能炸乾 那你那個那個油溫 還有時間 你要控好 其實有了 有人煎粽子嗎 本來就有 這是20年來都有啊 你把粽打開 最好是用 是用港式的粽子 你把打開 荷葉 荷葉拆掉 因為港式的果真粽都是荷葉 對 找個平底鍋 你看那個粽子本身油不油 如果很油 你就不必 低油了 你就在那乾鍋裡煎 那個皮要酥香 就是那個那個外層的那個米 酥香 就很像鍋巴 那你 我這 這幾年的時間喔 我突然覺得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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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來越 我就覺得我越來越 越會常常想到粽子 就算不是端午節 我都想到 所以去吃這次做 我跟你講 粽子這件事情啊 就是你看看 因為現在解封了嗎 嗯 大家又開始 往外吃 去去去外食了嗎 去坐在餐廳裡吃 嗯 那時候不准 不准 去餐廳消費的時候 你都要叫 去外賣外帶嗎 粽子是最好的戰備存量 真的嗎 你不覺得嗎 海灣的粽子 開玩笑 裡面的現在什麼都有啊 龍蝦 龍蝦鮑魚都可以塞 才講到啊 一顆一顆 一顆粽子 真的就很飽啊 像一顆粽子有的 像小枕頭一樣的 1280 1680都有啊 對啦 那個太花 那個做太大 反而我覺得 小粽子 吃小粽子 我就覺得那種傳統的 市場裡面的那種 肉粽 一塊紅燒肉 對特別是 小巴掌 然後裡面的有香菇 有花生 有蛋黃 就是一個蛋黃 對然後 然後放粒子 栗子栗子還升級了 到齊了 那個 那就夠了 那你那你 撒個花生粉 香菜 你還要 你還要花生粉香菜 來來來來吧 你回來 回來了 王岐肉中 我在我家樓下等你 來 對我就是這個東西 你回來 還有還有貢丸湯 魚丸湯 對貢丸湯 不要要要要 要福州丸 他他不要福州丸 就一般魚丸 對不對 對 還有挖粿 對 淡水魚丸也可以 我大概就是但我還是 我還是喜歡包點餡的就包點肉肉餡的 當然當然有油嗎 我福州丸我也喜歡 可福州丸要配什麼傻瓜麵嗎 對不對 那個不是辣椒 那個叫辣椒子 辣渣 我真的覺得 醋 我真的覺得有些有些東西他就這麼的簡單好吃 對不對 其實這個世界不用這麼多餐廳 Testing the memory 這世界真的不用這麼多餐廳 所以我我剛私下跟姚順講 Testing memory 我覺得我真的好像 好像收穆圓學習機 Memory 同部分音 對不對 Memory Mr.Tong 而且發音又好聽 YES 對 YES 最近 最近我去一些賣場 比如像 像是 天母 天母的大業高導屋 大業高導屋不是重 重新裝修 對 一堆的餐廳進來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很簡單 飯店 進來之後我我進去之後就就沮喪了你知道嗎 你很容易沮喪 對我 我跟你講你沮喪很簡單 你照鏡子就沮喪 這個這個還還好 還好 客服就是已經都習慣了 我是說 我是說 我最好 我是到了 到了 到大業高 高導屋 現在很現在很多很多的新的這種的building 大賣場 其實那個那個就是幾乎就就是美食街 那個賣場都剩一點點 然後一堆的餐廳進來 我覺得幾乎就是 我會 我會覺得沮喪 因為說話 這些餐廳 我真的要吃完 我要吃到什麼時候啊 你就慢慢吃嘛 挑你 挑你喜歡吃的吃 這個這個事情也很多年了 就是這個 百貨公司裡面紛紛的提高吃食餐飲的比重啊 尤其是 而且你如果認真看了 那個變化是很大的 以前是怎麼樣 最早的時候是在地下樓美食街 嗯 後來開兩個樓層變成美食主題餐廳區 比較高檔的往上面走 比較平價的放在美食街 美食街就不是店中店 他就是集合式的open area裡面去吃飯 但現在有個新的變化 現在他們在嘗試就是在每一個樓層裡面 放兩個餐廳 有啊有啊 所以他的變化是講以前餐廳是 用兩個樓層集中起來嘛 就是餐主題餐廳區 但現在有一些百貨像新光他們也在開始試 就在每一個樓層裡面放兩個餐廳 旁邊可能還會有其他精品啊 或者服飾啊 流行商品 沒有錯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的這個營運模式 沒錯 對不對 那你就是看嘛 那確實是 這個餐飲的比重啊 成為 成為百貨公司重要的收入來源 對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好 那對餐飲業者來講也沒什麼不好 為什麼 比較相對 租金穩定 第二個比較容易合規 因為百貨公司他一定得要照照法令的規章走 包括環保排煙廚餘等等 跟你在外面 因為台灣 都市裡面啊 要合規的地點開個 開個合規的餐廳 法令很多 有時候你不小心開的住宅區啊 鄰居就把你搞死 沒錯 對不對 不會有的有的 有的味道 排煙味道真的太 對 所以你 上面沒辦法住人 對 所以你得 你得投資更大 而且而且 可能很麻煩 消防 環保等等啊 這些問題 到百貨公司裡面 他有固定的人流 嗯 所以你 你自己核算嗎 你到哪裡開店 嗯 大家有各自的盤算 那這是一本生意嗎 對 就如果說你的你的餐廳的客源就OK的 你進到百貨公司裡面可能對於經營者來講省了很多的麻 對 幫你把管理這些東西都 可是百貨公司也有他們包地抽成 當然 這個就是 就是 一本生意 你要怎麼做 有一好沒有兩好了 不只是最近這些年呢 看到就以前 你在沮喪什麼 我不是以前 我不是 我說以前我們在進百貨公司 你大概會有個概念就是說 餐廳 要往哪裡走 跟服飾大概不會在一起 以前 餐廳跟服飾 餐廳有有味道嗎 那旁邊那些服服飾 不會把 可是現在都不會 現在都都在一起 可是你覺得會 衣服會被洗到油原味 有的不會 以前我們就覺得 以前怕 以前怕 但是現在就好像就不怕 因為那個投資大了 因為 比如說OK 以前百貨公司裡面不可能有燒肉的 對不對 炭火燒肉 或是現在剛剛 我剛剛講的大力高高島屋裡面好像就有兩兩家 所以了 火鍋 對不對 好 但這個業態在改變了 大家的經營的模式呢 在改變台灣的餐飲市場的這些 因為每個月跟跟姚順聊個幾回 你會感覺到那個那個市場的賣動的變化 台灣的餐飲啊 旅遊啊 總體的消費市場的那個變化度其實是蠻蠻大 是是蠻競爭的 這個戰國時代 不過就在這種戰國時代的時候呢 大家才有成長的機會 對消費者來講當然是好消息 感謝今天到我們現場的 謝謝祥榮 謝謝聽眾朋友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周末快樂 我們來進廣告回的新聞